好,把一个蛋糕平分成12片 陈颖分到12分之7个 那就是陈颖现在有这么多个蛋糕 他吃了12分之3个 那吃了就是减掉哦 后来他又给阿明12分之2个 他又给,也是减掉哦 然后陈颖还有几个蛋糕 那是问他,问我们 他还剩下几个蛋糕 那这是不是陈颖全部的蛋糕 好,吃了12分之3个 后来又给阿明12分之2个 好,全部扣掉之后就是他剩下的 那12分之7 好,他减掉12分之3就是12分之4 那12分之4就减12分之2 那就是12分之2 所以是答12分之2 他还有12分之2蛋糕 好,第五题 用了,用了那这16分之2就没了哦 所以弟弟把弟弟有16分之4合红笔 用了就是扣掉 现在弟弟剩下16分之2合 哥哥又给他,哥哥又给弟弟有16分之2合 哥哥给他了,所以要跟弟弟的合起来哦 下,合起来之后呢 好,弟弟算一算,他总共有16分之9合 那哥哥,这是不是哥哥给弟弟的 那他问我们哥哥给弟弟几合呢 好,那我们就用16分之6分之2 等于16分之7,所以答 16分之7合,这是哥哥给弟弟的 再来看第六题 一盒苹果有17颗 承瑞吃了17分之6合 承卢吃了17分之3合 承饮吃了17分之5合 承瑞和承饮两人合起来 哦,承瑞和承饮两人要合起来 比承卢多吃了几盒 那我们先把承瑞跟承饮两人合起来哦 好,17分之6 承瑞的加上承饮的 两人合起来 比承卢多吃几盒 那两人合起来一定比承卢还多 所以两人合起来 再减掉承卢的 那就是了哦 那17分之6加17分之5 就是17分之11 17分之11 再减掉17分之3 那就是17分之8 所以答 17分之8合 17分之3 那你再看cur吧